接下来带您去看一下台中风源的特产糕饼 很多老店一开就是20多年 不料把地方糕饼推广更远 台中十几家的业者团结起来 共同成立了群聚网站 让小小的糕饼曝光率大大提高 很多店家的业绩半年之内 拉上了好几倍 哇 一打开烤箱 热腾腾的绿豆碰白胖漂亮 吃一口扑鼻的香味加上绵密口感 不愧是台中风源最著名的糕饼 60多岁的朱茂春 一手创立的朱祭酥饼 在台中已经开了20年了 从鸭豆沙 搅拌 货皮 强调的是精准比例 就算已经传给儿子 手工部分还是超讲究 比较讲究的就是说 我们的材料一定要很清晰 不能够沾到其他有的 所以说原料上我们都是 自己会自己来做这样子 另外这家位在大街上的江大房 一样也是20年老店 传到第三代变成今天的崭新装潢 招牌显蛋糕和三明治是最畅销的商品 怎么让老店新生 两家年轻老板脑筋动得快 跟台中线十几家糕饼业者 共同成立了群聚网站 从首页就能看到各个店家特色 不管是产品介绍或订购 全部网上搞定 用个商店街的方式来做个集体曝光 因为一些小店面它自己用电脑很困难 而且大家只会做饼做面包 但是用电脑很困难 所以用那个方式出来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设计自己想要的网页 曝光率是比以前更高 加上因为中小企业处的一些辅助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去搜寻到我们的东西 利用这样的一个医化 然后把地面形象提升了之后 然后对于我们的行销 可以就是说行销策略来讲话 可以服务更多的人 二十年前高炳威风源带来经济前进 现在这些老店要靠医化创造无线商机 非凡新闻冯林辉潘伟霆台中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